大家好,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LateApp的CMode的更换控制器 就是控制器的主板啊 那我们要更换控制器的主板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Github 这是我的Github的账号和LateApp的这个板块 那在这个标签页下面呢,我们找到这个更换主板的文档啊 那更换主板呢,我做的更换主板实际上是一个简节版的 也就是一个主线的,就是去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主要的步骤啊 那实际在生产环境呢,我们还是要以什么,我们的LateApp上面的AP 这些checklist以及这些具体的详细的步骤为准 那我总结了一个简单的哈 那我们分为两个大的步骤,一个是换主板之前要做什么,一个是换主板之后要做什么,对吧 那换主板之前呢,我们先要约定两个概念啊 那哪些概念呢,就是第一个是TargetLate 也就是我们的EmpireLate 对吧,这个TargetLate呢,就是我们的Wide的节点 PartnerLoad呢,就是我们的HistLoad,就是我们好的节点 以及我们的什么LoadShell和ClusterShell,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流程图啊 那如果我们的主板,就是我们的控制器坏了之后呢 它会什么,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 比如说A控坏了,对吧,它是一个EmpireLoad 那B控是什么呢,是Partner的好的控制器 那坏的控制器就会被好的控制器takeover接管,对吧 接管了之后呢,有几种可能啊,它是要么起不来,对吧 就是完全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创口没有输出,对吧 那创口没有输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检查它的一些状态 那我们就直接更换,换新的控制器,然后跑它的什么硬件检测 然后呢,改它的这些UTA的端口 然后再起起来,然后让它到什么waiting for give back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 可能它是一些bug或者有一些在重启的情况啊 那我们,它有故障之后呢,它就会被什么 它就会被接管,接管了之后呢,它可能重启到了loader 或者是什么waiting for give back的情况 或者甚至是什么,它是好的,对吧 它没有被接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日志看到它有些问题 还是要去更换它,对吧 那总的步骤来说呢,就是用B控去接管A控 然后呢,在A控上面检查它的一些状态 checklist,然后进行什么物理更换 换完之后进行硬件检测 以及我们什么,我们的加载我们的UTAB系统 起来waiting for give back,然后出好的头 把它的什么HGR,把它的discowner拿去还回去,对吧 大致是这么一个步骤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先连接一个我们的SP哈 我们看一下我们SP的连接 我们SSH,我们的 admin SP是我们的控制器上面的一个什么独立的 叫做Savis Processor,就是它的一个管理模块 硬件的管理模块,它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系统里面去 你可以看到整个启动的过程 就是控制器启动的过程 103,我们看一下,104版 104是好的一个控制器,这是好的一个控制器 OK,System Console,我们要进到我们的UTAB系统 是吧,Council Admin,可能密码没出对哈 OK,进来了,是吧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cluster秀一下,是吧 然后再秀一下,这里是好的,是吧 我们假设好,我们要去换A控制器,对吧 就是上面这一个控制器,01这个控制器 那我们看一下步骤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Storage Failover,对吧 两个控制器之间呢,是Failover 就是HA的关系,高可用的关系,对吧 那一个节点有问题,另外一个节点 就会接管它的什么 它的AGGR,它的Disk,对吧 Owner,还有它的这些应用 NFS,Safes,这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照这文档做一下 Failover,是吧 那我们Storage Failover,两个节点的都是正常的,是吧 我们也可以到什么 可以到load下面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到load下面 我们可以看 用这个saf status,是吧 这个是在什么 这个是在本地节点上看 就是我们的load share 刚刚有两个冒号 一个大于符号的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cluster share,是吧 你看,我们也可以看到控制器的Failover是以label的,对吧 我们在02上面可以看到01是up的,OK 它的这个什么 内部心跳也是up的 linkup,对吧 这个是走背板的 好,我们退出来 两种方式来看 一个是safes,safes,status,是吧 一个是什么 我们的storage failover show 那我们要在什么 我们要在好的节点上把它的autogiveback给关掉 我们先看一下啊 storage failover show 我们要看本地load就是我们load2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load2是好的节点嘛 我们要看好的这个partner的load 就好的这个load上面的这个autogiveback 就是它当对对方的这个坏的targetload重启之后呢 它我们不会自动把它还回去 就不会自动的giveback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field alter giveback的状态啊 这个状态是fors的 我们看一下 昨天我们换了那个bootdevice之后呢 我们没有关它 我们把它 本来是要这样的啊 我们把它给 我们把它给恢复一下哈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这个状态modify是吧 就是这样的哈 modify 然后load 我们是哪一个load的 2这个load是不是 然后autogiveback对吧 那giveback我们恢复成tru是吧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吧 对吧 正常情况下应该处的是不是 那我们要把它什么改成fors 对吧 我们模拟一下啊 改成fors 好 改成fors呢是这样的 我们秀一下啊 ok这就fors了是吧 实际我们是要演示这个过程哈 然后呢 我们要把对端给接管是吧 因为我们要去换我们的load load01嘛 对吧 可以看一下啊 那我们就什么storage是吧 failover takeover 然后哪一个load呢 我们可以说buyload是不是 就是buyload的意思是从哪个节点去接管对端 所以说这里是partnerload partnerload的话就是一个好的控制器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控制器嘛 我们看一下哈02这个节点 然后呃我们来敲一下哈 ok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storage failover 秀一下是吧 哎 你看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呃对端正在被接管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连接串口看一下哈 连接串口 我们连接哪个串口 就是targetload 就是我们坏的这个控制器的串口哈 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哈 呃我们有看到它在重启 看到没有 systemrebooting是吧 它会重启到什么 waiting for giveback的时候 我们会把countryc 然后然后把它回到hunt的 就是loader的状态 把它hunt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ocal哈 就是回到我们的loadshare下面 local 你看这个时候呢 02的头呢 已经把01的头接管了 所以说它的状态是takeover的 那01的头呢是在什么 是在重启对吧 正常情况下我们模拟一下啊 那客户如果它的控制器有问题 已经被接管了 它的状态就是什么 就是重启之后要么起不来对不对 呃完全没输出 要么停在loader下面 要么什么 正常情况下都是waiting for giveback 它已经被接管了 对吧 我们模拟一下哈 这个重启之后模拟一下这个状态啊 那我们肯定要到好的头是吧 去接好的头的sp或者是console口 所以说我们换主板的时候 一定要去接控制器的什么串口 去看它的整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好的也要看坏的也要看 就两个头嘛 两个控制器 好这里再启动哈 我们这我们这边呢 是看的是好的 串口接的是坏的 OK 我们好的头呢 是用sp登进去的 我们坏的头是用console线直接连的啊 那如果sp是好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看的哈 那一般好的头的sp都是好的嘛 对不对 那sp有个好处就是它的扩展性很好 它可以走网线 可以不到机房去是吧 那串口线的长度是有限的 一般就是一两米 所以说你用串口线去接控制器的话 它一定会要有什么 一定会要去机房 这是第一个 那不管sp也好 还是串口线也好 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要去什么 要知道客户这台存储的用户名 和它的管理员的密码 这个是我们上门之前 事先要跟客户去提交申请 去获得这个信息的 行 那我先暂停一下啊 那正常情况下 有可能我们到现场去呢 我们接两根串口线 到好的控制器和坏的控制器 那好的控制器呢 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种状态啊 对吧 我们到从cluster seal切换到我们的load seal 是吧 就看到它是一个takeover 就接管了对方 对吧 那坏的控制器呢 它就是waiting for giveback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到什么 我们要Ctrl-C Ctrl-C之后呢 它就会什么 它就会被hound掉之后 到了这个loader模式下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过程啊 他说哎 他说你 就是你希望去hound掉这个头吗 对吧 yes 然后他就会什么 hounding 对吧 hound掉它 hound掉它到哪里 到loader下面去 是吧 这边也看得到啊 其实呢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就会重启到这个loader 我们上次讲过啊 这个loader是什么 是我们主板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嘛 对不对 硬件的一个启动状态 那还没有到我们的SD卡 加载kernel 以及我们硬盘上面去加载什么 on-tap系统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底层的 一个相当于硬件bios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我们回过来看啊 哎 到了loader下面呢 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文档啊 呃 去做一些呃 比如说时间的检查 当然这整个过程啊 我们都需要保存我们的这个 呃 screen 呃 就是secret CRT 或者是XHare 或者是putty 这些工具的什么log 就是连接上去的log 我们秀一下data 对吧 OK 看一下时间是吧 然后呢 呃 这边的时间和我们系统的时间 就是cmore下面的这个时间哈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啊 不是 就是cluster shell下面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data-u 我们都看什么 格林维致时间 哎 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 对吧 呃 两个 两个头的时间不能超过什么 300秒 相差不能超过300秒 也就是小于5分钟 对吧 啊 是这个意思 这样它的ha的这个架构呢 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底层的硬件的集群嘛 对不对 ha高可用的集群 那时间一定要什么 小于5分钟 它才有什么 才有一致性嘛 OK 包括sp的状态 我们都要去查看一下哈 还有这个可以看到sp的固件版本 那如果你更换了主板呢 因为主板是在sp上面的一个芯片嘛 那实际上呢 它也会去同步 对吧 sp的密码和它的固件都会与好的那个头进行同步 这个是自动的啊 然后print emv 就是我们主板上的环境变量对吧 那这里重点看什么呢 就是看我们的这个 boot cluster对吧 boot cluster是不是处 就是我们是不是cmod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ok你看这里 我们看上面吧 在上面的位置哈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些 哎 这个哈 这三个状态哈 第一个是什么 boot cluster处 就是什么 boot cluster处就是我们的这个 cmod的一个参数哈 一定要是处 一定要是打开的 一定要是对的 第二个就是对端的这个partner的sistin id 就是那个好的头的sistin id 对吧 还有我们是没有交换机的两节点的cmod cluster 所以说它是switch list e label也要是处 就这三个环境变量一定要看的啊 比新换上去的也要有这三个一样的 这个环境变量才可以正常的更换主板的这个参数 ok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我们底层的就是loader下面的主板的一些参数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看什么 还要去看我们的corner下面哈 就是我们引导这个sd卡上面的corner之后呢 我们要去打开它的这个boot menu 就是开始菜单 然后呢 到维护模式 选5到维护模式 去看我们的什么 我们主板上的端口的状态 boot on tape 然后加个参数哈 menu 它就会去 我们会去引导到这个 维护模式 去看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 on tape系统赋予给这些端口的一些定义 这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uta的端口 比如说 它是做fc的 还是做 比如说sgase的 它是前端还是后端 对不对 那这些端口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存储的控制器呢 相对于服务器 它就是后端 那存储的控制器端口 相对于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disk shelf 磁盘柜呢 它就是前端 那反过来说 这个后端前端是相对的哈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有点慢哈 我们暂停一下 好 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选5进维护模式了 就是maintainance model 是吧 现在呢 整个过程还是在换猪本之前的一些checklist 检查哈 我们就检查了我们loader下面的一些环境变量 对不对 时间 sp的状态 然后我们还要到什么 kernel引导起来 去到维护模式下面去检查我们的端口的状态 对吧 以及我们什么 以及我们多路径的一个状态 就是硬盘的disk shelf的多路径的一些状态 以及硬盘的一些 这个diskowner的状态 就这里 就我们光标的位置 35行到40行这个位置 这几个我们一定要去检查的 我们现在进这个维护模式 这些都是在旧主板上的检查 当然前提是这个旧主板 还是可以什么 起得起来 如果极端的情况是起不起来 我们就没办法做这些检测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更换 好 这里看一下我们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fcadmin 那其实我们这台存储呢是fas2240 它比较老了 它上面其实没有那个uta的端口 其实就没有这些配置 对吧 没有这些端口 没有这个adapter 端口就是这一些适配器嘛 那没有这个适配器就没有这些配置相关的配置 那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命令敲一下 比如说fcadmin的channel是吧 这些都没有 fcadminconfig呢是看这些适配器和端口的这些 target或者initiator它是后端还是前端对吧 然后channel呢channel是看它的这些 比如说光纤端口的wwpn号对不对 就是olm的它的号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些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设备器就没有这些wwn号嘛 然后我们storage修disk-p 这是看什么 看我们硬盘的这个情况以及它的多路径 你如果看到这边这一列破呢有abab abab就是我们的0a的端口出来到0b嘛 就是我们的sars端口 这些都是后端的端口 然后呢这一路有什么相对的baba对吧 你看a到bb到a a到bb到a 这是两条什么两个路径知道吧 就是我们的mati part多路径 那如果你看少了条路径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是正常的啊 就是有两条路径嘛 这里看我光标的位置哈 ok然后呢disk list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硬盘也是对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什么disk-v 这是看我们的什么磁盘分区 以及它的什么owner 对吧这些log都要记录下来的哈 实际上我们现在呃 换的这个头的season id是多少呢 其实是呃596596 那我们对于端好的头呢 是什么2288对吧 你看这个我只说后面三位哈 那看01的是59602的是什么288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season id 还可以怎么看还可以config对吧 看它的所有硬件的端口对吧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坏头的什么 season id以及它的什么序列号 那这个序列号一定要跟我们什么 跟我们存储上的呃就是我们 我们派的fso上面单单子的这个训练号啊 更换的这个头的训练号要匹配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简易版的主板更换嘛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在更换主板之前呢 我们要触发一个autosupport 那更换完主板之后呢我们再去触发一个autosupport 由于前后各触发一个autosupport 这是我们的系统日志嘛on table的 那系统日志我们在前面的视频有讲哈 就是你要在换主板之前触发一个换主板之后触发一个 ok这个我提一下 好这是看我们的这个旧主板的信息啊 system config在我们维护模式下面 那我们现在这些信息都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记录了log我们就再把它夯掉 夯到loader下面去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维护模式 还是按照这个视频来做哈 那这边的状态呢它一直都是什么 one local一直都是takeover的状态 对吧那这边是什么被接管的状态 ok 那夯到loader下面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物理的去更换这个主板 对吧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更换主板和存储下架下电都是需要什么 这两种情况比如你做存储的迁移 对吧你要下电嘛 对不对要关电 或者你更换主板的时候 都要做一个操作就是夯掉 你一定要把它夯掉夯在这个loader的模式下面 说明它没有加载uncaped系统的什么 sd卡上面的kernel以及硬盘上面的uncaped系统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对它进行什么 控制器进行这个热交换对不对 就可以 但是呢我们在换这个坏的控制器的时候 我们这个机箱的chasis的电源一定不能关 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控制器在在什么 在online在跑嘛对不对 所以说电源一定不能关 那你热查拔之前呢一定要把它夯到loader下面 好 这就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重点啊 好根据我们的这个步骤来的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什么 首先label cabling就是我们要给这个旧的主板的 这些连线打标签对不对 打标签之后呢我们才去拔线 拔完线之后呢我们去换控制器 交换它的内存 boot device电池还有这些p3e的卡到新的控制器 的主板上面对不对 包括那些sfp的模块啊 我们的以太网的模块啊 这些都要都要什么都要去插到新的控制器上面去 知道吧 然后最后换好之后再把什么新的控制器 连上创口线插入我们的什么机箱 大概就这个意思哈 ok现在我去更换控制器哈 我们暂停一下 好这里呢我们已经做完了物理的更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物理更换的一些图片哈 这是我刚刚物理更换的时候拍的 然后呢这里呢是这样的哈 首先我们把两个控制器拆下来 对一个控制器拆下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更换的那个坏的控制器 这个是新的控制器对吧 那他是要打开他这个相对控制器的机箱盖嘛 对吧 那打开之后是这样的啊 就这样的 那我们要更换什么这些environment电池 这些内存 还有这里的sd卡就这两个位置哈 是sd卡 那sd卡里面放的系统镜像 以及HA的配置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corner对吧 我们引导时候要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pcii的卡 这个是cpu cpu不用换哈 cpu这个散热片和里边的cpu都不用换的 也就控制器是自带cpu的 这个不用更换 那内存电池 sd卡 pcii的这些槽位 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些端口 都要更换的哈 ok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把它拆下来换到什么新的控制器 那控制器也是带了一个sd卡的对吧 那个sd卡是空白的 我说好的哈 要把旧的sd卡就是这个boot device 要换过来换到这里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小的sd卡 叫compile flash safe卡嘛 对不对 这个卡很重要哈 里面是我们的系统镜像和我们的corner 所以说一定要把旧的这个sd卡 从坏的控制器移到什么 新的控制器上面 然后呢把这些pcii的槽 这个扩展槽插上去对吧 内存插到这里电池插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整个物理更换 换完之后呢把机箱盖扛起来之后呢 我们连接好串口线 把它插回我们的什么 插回我们的chassis我们的机箱 对吧 我们的大的这个硬盘的和控制器的这个笼子里面去 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起来之后呢 它会到什么 到loader下面 我们已经更换了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去设时间对不对 那我们先秀一下这个data是吧 这是已经启动的控制器啊 看看它时间对不对啊 跟这边对比一下啊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好多头上面data-u 看一下格林位置时间对吧 它的时间是 时间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这个一定要检查啊 我们loader下面看的时间肯定是格林位置时间 我们还是设置一下吧 对吧 data 然后它是月天年那是什么呢 就是07 01 就7月1号 然后是这边我们看一下是多少啊 7月2号 这里是7月2号 我们看看吧 02 然后2019对吧 我们这个有有bug的哈 我们只是设一下这个时间 也反正两边都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set一下time是吧 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当前时间 17.3234是吧 这边是17.3235了吧 对吧 然后show data 对吧 OK我们看到我们的时间是这个哈 37 然后我们看这边 差不多啊 两个空置器的时间不能相差超过 5分钟也就300秒少于这个时间 好 这边第一步是设时间 这个非常重要哈 一定要把时间设对 这边一定要是格林位置时间-u去看 对吧 就这里-u去看 这边呢 要设置跟好的空置器的时间一样 然后呢 看一下sp的状态啊 那因为这个空置器我们已经反复更换了很多次嘛 做实验 那它的信息呢是正常的 也是2.8pe的版本 那那我们还要去什么我们就升级一下 updateflash 这个updateflash是什么意思呢 去升级我们这个 在loader下去升级这个 更新的控制器的什么 这个bios 对吧 让它跟我们好的控制器的bios是一致的 那这个它会去升级哈 这个有个过程 这个这个动作一定要去做 好然后呢 升级完了很重要的一步是这个by by一定要by by了之后它会什么 它会重启成效对吧 你升的固件要重启嘛 重启成效之后呢 它还是会让我们去回到什么 ctrlc去回到第一个 ctrlc回到loader下面对吧 然后去跑我们的诊断程序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了 那我们这里暂停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已经升级完了是吧 那我们by一下啊 byby by 嗯by之后呢这个by很重要一定要敲这个这个by哈你不能直接在这里边去什么呃不测带个呃不带个去加载我们的什么整段程序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重启 让它固件生效 否则会报错的哈 然后这里是什么 ctrlc 对吧 我们在这里ctrlc 好 又到了loader下面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什么我们加载我们sd卡上面的什么呃 呃第二个这个引导程序是吧 这不是boot on tape吧是boot 呃我们的dags就是我们的整段程序哈 他会进到整段程序的这个呃 crner的模式下面 那这下面是什么我们的sldags的版本查看我们整段程序的版本 以及我们当前的这个新控制器上的这些呃 呃硬件的设备我们去秀一下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换的是主板嘛 所以说的话我们的那些接口啊网卡呀 都是从呃旧的主板换过来的嘛 那我们整段的主要是整段我们新的主板 对吧 整段我们这个新的主板 那我们的这些端口和网卡以及内存 我们都是从原来的好换过来嘛 他并没换 所以说我们不用对他跑诊断大概就这个意思 呃我们看一下 稍等一下哈这里有点问题啊 稍等一下我们我们再再再再看一下啊 boot代 引导一下啊 好稍等 那这里有个报错 他说他说不能引导这个啊 boot on tape哈 这个硬件配置错误是不是 他哪里错误呢 他这里有说哈 他说 嗯 他说我们实际上是什么 呃 我们的内存好像有点问题看到没有 他说内存有问题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内存配置是有问题的 我们要去重新插把一下 ok 那这里是有一些有些问题哈 我们还是到loader下面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去把控制器的内存再插把一下 这就是有问题 一定要去看这个log哈 看到没有 这里有问题 看到没有 对吧 ok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这里继续哈 我讲一下啊 刚刚可能是内存没插好哈 我把控制器拔下来 内存重新插把来下 我们接着前面的这个过程来做哈 那怎么做呢 起来之后还是在loader下面对不对 loader下面我们去敲这个boot derg 是吧 敲完boot derg之后呢 他说呃 你有一个呃 新的 对吧 他说警告这个cicid是吧 是新的是吧 要替换 呃 这个boot device 因为mvram卡已经被替换了嘛 对吧 所以说呢 你需要什么 覆盖这个cicid 是对的哈 ok我们敲 y 这里 因为你更换了主板嘛 实际上这个cicid是在mvram的卡上面的 这个卡呢 跟我们主板呢 现在都是集成的 所以说你更换了主板之后 mvram卡就更换了 另外呢 你的这个cicid也会变 所以说这里要怎么overread overreader 覆盖我们的cicid 这里 敲个y 对吧 那我们还是到什么 我们的接着我们的诊断 到我们的诊断程序里面去哈 诊断模式 起控制器 刚刚我们控制器反复重启都起不来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存本来是4G的 是吧 他只检查到了2G 说明还有2G的内存可能接触不好 没插好 那我把它重新插拔了一下 这个是我们拆装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哈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吧 我们更换控制器现场时间呢 差不多都是在三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我们给客户申请的这一个窗口时间的话 一般在三个三到四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测试的实验的设备 FAS240它上面没有什么卡哈 然后呢它跑诊断一个也会很快的哈 稍等一下哈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诊断模式哈 那诊断模式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sldag 然后呢version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整段程序的版本哈 他在这里要求我们去说一下这些命令 我们是A01的对吧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整段程序的设备 device是吧 show 好这边selection都是elabel的 说明他所有的delabel的这些设备 都会去什么跑诊断嘛 那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是不是 我们有讲过哈 我们去改一下modify是吧 modifyselection是吧 这个稍等一下哈 微信退了 selectiondisable是吧 device这些比如说sars啊对吧 但我们这里没有哈 因为我们是两个控制器 没有扩展柜嘛 所以说我们这些砖口 扩展口就没有是吧 还有fc 其实fc我们也是 也是没有的哈 你看这个设备没找到 是不是我们敲一下吧 网卡肯定有是不是 网卡关掉了是吧 然后acp也没有这些砖口关掉 这个也没有是吧acp也没有 然后fcfcatch 这个也没有 ok我们再看一下哈 内存肯定有是吧 你关掉了这些没有更换的设备 不跑检测 它要快得多 知道吧 然后sr 这个device秀一下 再看一下用哪些 你看这些都关掉了是不是 就剩下cpu啊什么 这些device啊这些 这些 对吧mvrm的这些检测哈 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跑一下吧 忘一下就是开始跑跑诊断了哈 那如果你看到什么提示呢 你看到待会他会出现一个什么or test past 那就说明他跑完了对吧 再等一下 哎你看这里哈 or test complete 就是完成了嘛 所有测试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状态啊 status是吧 那所有的状态都是past的和complete的 就ok了 如果你看到这些状态有什么fail的要检查 或者是如果不行的话 要给什么我们后台的支持公证师tse打电话 确认 有任何异常你都要去什么call tse 进行一个官方确认 ok 跑了诊断之后呢 我们要去什么 看我们的端口哈 那我们的端口其实没有嘛 但是常规来说生产环境都是有的 我们要去看端口的状态是吧 那如果我们要去改呢 就要去什么config-t 是吧 如果这个端口是什么initiator是吧 那你就要敲initiator 如果是target 就要敲target 去改他的 改回他 你在logo里旧的主板上面记 记录的这些uta端口的类型 要改回去 这个一定要改啊 不然的话控制机就会报错 因为他跟他原来的状态不匹配嘛 这是端口是吧 然后还要去看我们的什么storage show disk-p 是吧 看我们的什么多路径 哎 你看我们的磁盘多路径都是正常的 我们虽然换了我们的什么 换了我们的这个 换了我们的控制器之后呢 我们连了线嘛 所以说这些后端的磁盘的路径都是正常的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磁盘能不能找到 这是已经是新的控制器了哈 已经换了换了之后的 好可以找到是吧 然后disk-p 不是-v 对吧 那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我们的这些磁盘哈 我们现在是换了01这个头嘛 它的还是原来的这些什么 596它是旧的什么sysid 那我们现在新的是多少呢 sysconfig 看一下哈 我们新的应该是这个 680嘛 对吧 7680 你看是这个吧 680 回数哈 说明它还没有写过去 是不是 那实际上我们检查的这个id 对吧 那你可以在这边也可以看哈 在好的头上也可以看 local 是吧 在这边你可以disk-show-v 你看不到 全部都是什么 就是596就是坏的这个 已经坏了的那个旧的主板的systemid嘛 对不对 好 我们这里还没改哈 我们在这下面看一下 那跑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要去什么 它这个是说什么呢 它说你要到partner的那个 就是好的那个头上面去看一下 是吧 往local到它的loadshare下面去看一下 这些接管的硬盘有没有坏盘 对吧 这是有没有partner aggr 就是我们的aggr 是readgroup的集合嘛 我们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坏盘 ok 我们要进特权模式是不是 不用 直接去partner 对吧 loadshare下面是没办法去补齐的哈 partner的aggr 就是看我们接管的这个硬盘 有没有坏盘嘛 status-f 你看没有坏盘哈 这里不能用坏盘哈 硬盘 是正常的 然后呢 它这里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要进到loadshare下面的高级模式 advanced的高级模式 然后去改 在好的头上去改什么 去改我们的磁盘 怎么改呢 就是disc 为了让重新分配 旧的csonid和新的csonid做一个什么 更新 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要用这里就填什么 填我们的那个596的 就这个csonid 然后这边新的csonid 减定呢 是目标 就要填什么 就要填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新的csonid 对吧 就是这个7680的这个csonid 就这么来改 在好的头上里面 在loadshare下面的高级模式去改 但是我们现在不这么做哈 因为这是在on-type系统8.3以前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系统比较新 8.3以后呢 它都是通过什么 在我们控制器give back 还回去的时候 give back的这个过程中 它会自动的什么 把这个csonid更新 也就是我们cmore 8.3以后就自动了 就叫altern realzen 这个是在give back的过程当中 它自动去做的 所以说这一步只是七模 才会这样做 我们现在 七模或者on-type系统在8.3以前 我们现在就不这样做了 对吧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这一步我们可以跳过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系统版本吧 对不对 你看我们是9.4的 远远超过8.3的版本 对不对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好的头去做这个disc realzen 然后呢 我们就什么 我们还是到这里来去什么 我们检测 跑完检测对不对 那看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看完我们的端口 改完我们的端口类型之后呢 在我们的诊断模式下面 我们就去夯掉它 到loader下面去 我们去检查我们的新主板的 环境变量的这些参数 这是主要步骤 这些都是主要步骤 其实不同的机型呢 只是大同小异啊 然后呢 一定遵循ap的checklist来做 这样呢 它会从我们的bootdereg的这个 诊断模式 就是回到我们的loader下面去 那我们主要是去看什么呢 我们去printenv去看它的什么 看它这个新的控制器 能不能看到partner的sysid 这个123567只是举例啊 然后呢 如果看不到你就要去设置嘛 对不对 如果看得到就不用设是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控制器的什么boot cluster 就是cmodel这个环境变量啊 物理的 有没有tool是吧 那如果没有tool 你要去打开它 ok我们来看一下啊 cringe env 这是我们更换的好的控制器啊 我们看看哈在哪里 我们往前看一下啊 哎 这里哈 你看这三行都有的 是不是 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参数 看到没有 boot cluster处 然后呢 我们能抓到对端的sysid 看到没有 288 这是我们partner 好多那个头的 你看到没有 288就这个 这里 就是我们的02这个头 288 它能抓到是吧 能抓到这个头的sysid 以及我们 我们也是两节点的cluster 我们的switch list 要elabor 就是我们没有交换机 然后我们的boot cluster 是true 如果这三个参数没有 对吧 你就要去改一下 就用set env 然后设置对吧 从对端去设 设好了之后呢 无非就是true和sysid吧 就对端的哈 然后呢 保存 然后呢 再在这print打印看一下 就好了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到检查都是ok的 我们就不用去设置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什么 如果没有你要去什么 你要去set哈 env 那有命令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boot on tape 我们把系统提起来 让它到什么 rating for give back 是吧 我们的sysid已经变了嘛 这个时候 那我们现在看哈 我们硬盘的sysid是596的嘛 那我们要变成650 就是我们新的这一个 就这一个嘛 我们新的是 我们刚刚有看过哈 在这里 它是680嘛 对不对 尾数680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 是在give back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什么 自动更新 我们的磁盘的sysid 就是disk owner 那控制器 其实它上面的sysid 是给我们磁盘的owner打标签的 稍等一下 等它起起来之后 到waiting for give back的时候 我们就在好的头 把它还回去 对不对 我们再去检查 我们的这些前端端口 稍等哈 要到这个waiting for give back 这个等一下我们暂停一下 那我们通过串口连接的 这一个更换完的 新的主板的这一个头 已经到了什么 启动到了waiting for give bac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到好的这个partner load上面去 什么 storage 是吧 failover 然后呢 show一下啊 哎 他可以看到什么 他可以看到我们的01这个头 01这个头已经waiting for give back了 我们也可以到loader下面去看一下 load shell下面 你去敲这个safe status 是吧 你也可以看得到对吧 也可以看到对端 但是呢 他可以告诉你的是什么 他说旧的syset id 是这个 新的syset id 是什么 是-680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在什么 ready for give back 等待归还吧 对不对 那我们到ClusterShield下面去什么 Storage 是吧 Failover 我们叫Giveback是吧 Giveback什么 从哪个节点还回去 就是从当前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是多少 你说Loker也可以是吧 甚至02嘛对不对 然后Y 是不是 从哪里还回去对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正在还 然后我们去敲一个Storage Failover什么 Show对吧 ShowGiveback的过程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稍等一下 他正在还啊 你看这个还的过程呢 实际上这边就在什么 就在把它的什么 跟的AGGR Volume是吧 就是他本身的这些磁盘 还回去 磁盘里面的AGGR 这些Volume 就是系统呢 还有就是 根的AGGR和数据的AGGR 全部还回去 对吧 然后他这个过程哈 然后知道什么 他说 直到我们这个过程哈 这个文档里面 说明已经还完了 对不对 就是没有AGGR toGiveback 对吧 不再有嘛 已经还完了 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哈 他的状态 这边正在正在正在跑啊 然后这边呢 我们看看 这过程会有点慢啊 会有点慢啊 我们看一下啊 稍等一下 我们暂停一下 再看一下他的状态啊 哎 已经到了什么 你看 没有AGGR去Giveback了 已经还完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啊 ClusterShow 哎 已经正常了 是不是 LoadShow是吧 LoadShow也正常了 看到没有 那这一个 01这个控制起来 Uptime是吧 Uptime起来了 6分钟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到 Local下面去看一下 你看 他现在没有 Takeover的提示了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来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我们窗口 你看窗口也OK了 你可以登录一下啊 你看窗口也没问题了 已经引起来了嘛 Uptime系统是吧 我们现在连的是01这个头嘛 是不是 在这里LoadShow 也是正常的 是不是 我们的设备在成都 对吧 OK 那整个过程是没问题的 最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个秀 秀一下 那实际上呢 我们有看我们的这些端口 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Cluster 的这个管理口啊 这个Leaf啊 它没有在这个HomeLoad上 HomePort是吧 这里它有个Force 我们要去做一个操作是吧 或者说 这样子的哈 我们要去检查 我们这些端口 有没有在这个 它 就是Leaf有没有在 它对应的 这个端口上面嘛 那你可以 其实还可以这样子 Is什么 Home InHomePort 对吧 就是管理口没有嘛 实际上我们做完之后呢 Interface Revert 是吧 就把它全部还回去嘛 这个端口 就是它的这个Leaf 要还到它以前 Default的这一个破上面去 端口啊 这都是我们前端的端口 好 这还回去了之后 你再看 没有了吧 然后再这样看 你看 这里都是True的哈 HomePort都是True的 看到没有 这里 这是我们前端端口的检查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改我们的什么 我们当前这个节点的 Storage Faleover Modify 我们秀一下吧 其实我们秀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 load local的什么 我们可以秀一下这个 Auto Giveback 是不是 你看 我们在2上面 就是Force的嘛 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是不是 把它还原吧 怎么还原呢 我们Faleover 我们去Modify一下 Modify 我们的哪个load 就02这个load嘛 就是说吧 然后它的Faleover 是吧 然后Elaver 把它处起来 再改一下 也可以啊 你看 哦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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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Faleover 这个命令有点不对啊 叫做Auto Giveback 是吧 然后把它处起来 这样的 这样的 改一下这个 OK 这里就处了啊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恢复了什么 我们更换了控制器 然后恢复了我们 Giveback 恢复了我们的AGR 我们的Disk Owner 这些东西 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Giveback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去再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one load one load吧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换过来这个头 我们Disk Show一下 点V 你看到没有 它在Giveback的过程当中呢 它自动把System ID呢 已经更新成我们新的控制器的 这个680的System ID 以前我们是596嘛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刚刚看过 是596 对吧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的 我们在前面的过程当中 有看过吗 对不对 对吧 我们看看 这里没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看的 680 先前我们不是680吧 先前我们是596吧 你看这里596对不对 228是好头 一直没变 596是我们旧的 坏的主板 对不对 我们换了之后呢 596就被 在Giveback的过程中 自动更新成了什么 680 对吧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有没有没有owner的盘 没有 有一个00P 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 我们不管它 暂时不管它 我们更换一盘 可能先前这个盘 被我们做了操作吧 应该 OK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系统ID 已经更新过来 680了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坏盘 aggr status-f 没有 没有坏盘 这个呢 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手工的 去disk run 一下 我们看有没有打开那个disk 我想想那个参数是什么 diskoptim是吧 秀一下 failg failg 我不知道什么了 auter 你看我们的outer orzen是关的的 我们把它打开就好了 对吧 打开我们的那个盘就会自动的去modify 然后是什么呢 outer 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on 打开 所有的load上面啊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它会自动去分盘 那我们刚刚看到盘呢 过一会儿它就会什么 它就会有owner 所以说 这个要打开啊 可能先前的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 我们auter or zan 这个系统里面 auter or zan自动分盘的 这个owner的这个开关打开 ok 好 我们主板更换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些操作啊 我们在最后检查一下 都没问题啊 我们最后更换完了 这就是整个我们更换主板的过程 总结一下啊 就是 更换之前我们要检查 我们的 这个target 就是故障这个节点的控制器的状态 好 更换之后呢 我们要去改时间 改参数 查看参数 要去checklist 是吧 这些什么boot boot cluster啊 partner sysid啊 switchlist啊 还有我们的什么 跑诊断 对吧 跑完诊断之后 我们要去查看我们的端口状态 修改到我们什么 更换前的状态 对吧 我们的uta端口 然后呢 还要什么 还要到loader下面去什么 去 加载我们的ontable系统 到waiting for give back 然后我们把它还回去 那这里说一下 如果说你前面有safes啊 有safes的时候 你更换 你give back是还不回去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要么前端断开 要么你强制归还 那强制归还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 这个safes的应用 有断开嘛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要跟客户沟通的啊 好行 今天我们更换主板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